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RN ULM 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珠江的演艺人生 今天将会和大家分享和总结珠江曾经演出过的电影作品 首先是1960年《电梯情杀案》 饰演喇叭手《司徒聪》 61年《母子女》饰演何小泉 61年《黑夜怪谈》饰演夏仲慧 61年《孤初血泪》饰演郑子健 61年《女人的秘密》饰演陈明新 65年《程天劫》饰演杨景敏 65年《女策》《金蝴蝶》饰演雷肖敏 65年《无山梦断相思泪》饰演谭子华 65年《女间谍》饰演丁俊杰 66年《神秘夫人》饰演周长青 66年《四姊妹》饰演江青 66年《千首奇女子》饰演郑少邨 66年《白头情侣》饰演宋大明 66年《六六年》《楼上楼下两相亲》饰演陈大卫 66年《巴史奇遇杰梁圆》饰演袁大卫 66年《真假金蝴蝶》饰演雷肖文 66年《阿真要嫁人》饰演王俊清 66年《六七年》《少女心》饰演陈大卫 66年《与铁胆》饰演赵文尔 66年《多小柔情多小女》饰演张晋文 66年《女铁胆》饰演赵文尔 66年《大师者》 66年《杀手劍》饰演郭大卫 66年《杀手劍》饰演郭大卫 66年《六八年》《非合小白龙》饰演武家俊 66年《小五二》《大破同网阵》饰演白云生 66年《聪明太太》《笨丈夫》饰演何柏连 66年《成家立室》 66年《七零年》《龙木香》饰演韩章 66年《七零年》《昨天》《金天》《明天》 饰演阿根 66年《七一年》《神剑魔剑》 饰演白鎮宗石虎 66年《浪子一朝》饰演善十二 66年《七九年》《牢内》《牢外》饰演周邦版 66年《八二年》《越南仔》 66年《八五年》《何必有我》饰演Coco父亲 66年《八五年》《花心鸿杏》 66年《八五年》《黄家大冊》饰演周卓生 66年《八六年》《偶言》 66年《八八年》《城市特警》饰演韩正 66年《八九年》《蝶血霜雄》饰演四歌 66年《九一年》《九一年》《羽龙共舞》 饰演朱志强番茄 66年《九一年》《财叔子黄素千军》 饰演孟大海 66年《九一年》《中黄四海》 饰演阿海的契野 66年《九二年》《喷阜》 《火女郎》《九三年》《方世玉》 饰演方德《九三年》《方世玉》 《逐集》饰演方德《二千年》《变态杀人魔》 接着就讲一讲他在无线电视TVB演出过的电视剧 首先就是《民间传奇》之《青讽》 《金讽》《金讽》《一九七五年》《书剑恩仇录》 《九朝》饰演郭子远 《七六年》《香港传奇》之《美人计》 饰演江大卫》《七七年》《十三之花夹劫》 《七七年》《CID》之《夕英》《一九七七年》《家变》 饰演《占博琳》《七七年》《杀手》《神窗》《蝴蝶梦》 饰演《神窗》《一九七八年》《小李飞刀》 饰演《李尘宽》《七八年》《强人》 饰演《雷博文》《七八年》《小李飞刀》 《九之魔剑合情》 饰演《李尘宽》《一九七九年》《抉择》 饰演《江亮生》《吴家十八口》《七九年》《一九七九年》《绝代双嬌》 饰演《江峰》《八一年》《赤青》饰演《李奇》《八一年》《赤青》 《九一年》《大家族》 饰演《蔡文杰》《九二年》《龙影合》 饰演《成朗日》《九二年》《三喜临门》 饰演《简耀亭》《九二年》《赌坝》 饰演《高正》《九三年》《天伦》 饰演《齐亮天》《九三年》《超能干探》 饰演《梁忠》《九四年》《婚姻物语》 饰演《情有惠》《九四年》《笑看风云》 饰演《潘仲》 另外有电视电影《九二年》《群英会》 饰演《李尘宽》 此外他亦在《丽的电视》和《亚洲电视》演过一些剧集 分别是《九八零年》《风陈类》 饰演《李逸》 《八零年》《四口之家》 饰演《黄炳忠》 《八一年》《铝窝行动》 饰演《江柱石》 《八一年》《出线》 饰演《康乃生》 《八六年》《我而万岁》《八七年》《红陈》 《八九年》《黄家丽人》 《丽的电视》 也拍过一个电视电影《情在译书》《独身女人》 他饰演《何德章》 此外他亦在香港电台电视部 也拍过一些实放的单元剧 分别是《一九七七年》《小时候》 《红暖虎》 饰演《黄柏文》 是《七八年》《狮子山下》的《夜游人》 饰演《新闻记者》 另外是《一九八四年》《仙子山下》 他就在《我的教练》 饰演《教练》 就《一九八七年》《小说家族》 里面的《为世去的》 也做过一些广播剧 是商业电台的广播剧《香港风情话》的第一集 此外也参加过一些综艺节目 分别是《七九年》《无线电视》的《十二周年台庆》 配音剧组演出的《配音众》 以及《亚洲电视》《一九八九年》《今夜不设访》 《第二集》里面的第六集 讲到《珠江》配音相当出色 他配音是配过什么音呢 配过什么角色呢 这里我们稍微讲一讲 多数都是一些动画和西片 一九七三年的足球小将 他就配日真 一九七三年的超人力险己 他就配香英基 另外他也配过一些日剧 七二年的《血影神剑》 配过一个角色是幻之解 另外就是《游道龙虎榜》 他就配《遵九井阳》和《袁三郎》 一九七三年 《龙虎群英》他就配黑木铁也 另外《龙虎群英》 另外《鬼衣》他就配《慈木楼公宴》 一九七四年的日剧《望子成龙》 他就配《生岛伸翅郎》 一九七六年的《猛龙特警队》 他就配《叶黑木》 《黑木哲也》 此外他也配过几套欧美的剧集 分别就是一九六九年的《玄机妙算》 他就配这个《鲍白黑》的角色 一九七零年 一九七零年 就是《无敌铁探长》 他就配这个《艾朗西》 一九七三年 《秘境屠龙》 他就配《阿祖》 一九七四年 《铁胆洪峰》 他就配这个《岳家士》的角色 一九七零七六年 《神风特警队》 他就配《夏里迅》这个角色 另外《罪爱黑星》 《罪恶黑星》 他就配《董米高》这个角色 好 和大家分享《珠江》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 亦都全部分享完畢了 多谢大家收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N频道 我们下一条片再和大家分享 其他著名的影视红星 好 拜拜 下条片见 在一起 你先订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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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时间 就沒教训 在海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